接下來看到的是林志堅 今天正式的請辭要轉戰桃園了 他今天請辭之後 接下來要專心拼年底的桃園市長的選舉 他說他感謝市民新年來支持 希望未來轉戰桃園努力 也不要再被二子抹黑 重演宇昌案件 他說今天他接下來 是把新竹市交棒給了代理市長陳彰賢 他誠摯的感謝 那麼新竹市民之前給他的機會 未來也會在桃園勤跑基層 但是我們來看到 這份最新的網路民調 這是蘋果日報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進行的民調 截至到剛剛下午三點鐘為止 發現有82.3%的人是不相信 林志堅的論文是原創沒有抄襲 也就是說大家就認為 根本就是抄襲的論文 不過我看到林志堅現在 還要面對這些事情 來看他今天怎麼說 非常感謝2014年新竹市民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帶領著市府團隊改變了新竹 那我也很期盼 未來我們的代理市長 陳彰賢市長 他能夠延續過去我們所打造的新竹經驗 以人為本尊重專業 讓這樣的幸福政績可以延續下去 未來我會最短的時間到桃園透過競選 競選團隊共同的合作 我們會提牛肉 會提政見 也會將過去的政績 來向桃園市民來說明 更會透過勤跑基層來獲得桃園市民的支持 我們希望用這樣子的做法 來揮別抹黑潑髒水 我不希望這個論文的這個事件 像2021這樣子的一個宇昌案 當時因為宇昌案 讓蔡總統在那次的選舉 沒有辦法當選 但是這不是只是選舉的問題而已 他對當時的生計的發展 還有很多研究人員 也造成了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相信未來我們會持續 透過政績 政見 那請走基層 然後獲得桃園市民的支持 跟林志堅互相提告的 台北市議員王宏威 在今天他特別到了中華大學 取得了林志堅的論文正本 他說他相信學校一定會秉公處理 而另外國民黨也說 現在要參選台大校長的學者 是不是應該要對林志堅的論文 涉及抄襲的部分來表態 還有就是民眾黨桃園市長 提名人賴香玲說 林志堅應該把抄襲的是非題 現在是硬拗成的深論題了 而林志堅的論文 是不是涉及抄襲 現在還在調查 但是中華大學董事長 同時也是民進黨發言人的李延慧 他卻跑到了林志堅的臉書 留言加油打氣 遭到質疑說 是不是有幫忙開脫的意味呢 今天林志堅下午被問起了 跟李延慧的關係時 他冷笑沒有回答快步的離開 並且實以柯建民總召來回答 柯建民他立刻上前保護自己的子弟兵 認為外界說中華大學是民進黨黨校 這樣的說法是胡說八道 他說是雞蛋裡挑骨頭 要國民黨適可而止 李延慧身為民進黨的發言人 然後又是中華大學的董作 那被質疑說他幫您就是來加油 好像就是有點開脫的意味 市長 市長幫你 好 謝謝 市長 你在桃園的第一步有準備好了嗎 總召 政治不應該介入校園 高等教育不應該變成政治鬥爭的功績 民黨這個分界沒有說好 是沒有論 因為李延慧是中華大學董事長 所以他這個說是民黨黨的校 根本胡說八道 李延慧坦白講他是家族的投資 民族道當他們家族 李家然後夫家當董事長 他是七年年底接的而已 但我們是同志啊 怎麼不能加油呢 所以我想 國民黨只是雞蛋裡面挑骨頭 大恩這個大方向大家搞清楚 所以今天 國民黨你的口水也應該似可而止的 國民黨不是這樣 你就贏了一切 你的後座意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這種極端的 迫作率已經降低到你們身上去 我相信韓國民族 會更加成熟 連總統蔡英文都挑出來護航 連一向不會言自己是勝率立場 政治立場的精神科醫師潘建志 他都看不下去了 他在臉書發文怒轟林志堅 懶到是人神共憤了 為什麼超得超太多 他認為說林志堅升委是市長 本來就應該要用嚴格的標準來審視 根本不是什麼大炮打小鳥 呼籲中華大學跟台大都應該要 盡速的查明 而台大社科院院長蘇宏達教授也說 這個案件嚴重影響到學術的聲望 要全力的捍衛到底 做事論文它一定作者只有一個人就是本人 但是這篇逐科研究報告 它是跟國家申請經費的 上面列明的作者是他們中華大學的兩個教授 那到底不同的作者內容高度重疊 到底這個是誰抄襲誰呢 我想必須經由這個學校的學術倫理委員會 來做出一個判定 甚至這件事情如果進入司法程序 法官都要參考他們的判定 由於林志堅現在是現任的新竹市長 那又是民進黨提名要競選 桃園市長的一個重要人物 這個不是什麼大炮打小鳥 因為這個涉及到六都市長的一個重要的職位 我想學術界應該要用最嚴格的標準來檢視 不管台灣因為以前的漏襲 曾經有很多這種自我抄襲 或是說一搞多頭的漏襲發生 這個違反學術倫理 這種狀況 事實上是教育部乃至於科技部 在自己的規定裡面明白寫得很清楚 是不應該發生的 我覺得中華大學乃至於台灣大學 應該盡速召開這個倫理選議委員會 然後在指導教授相關人員必須迴避的狀況之下 做出這個學術界特觀的判定 因為學術是台灣立國的根本 學術的倫理我覺得遠遠比選舉的結果還要重要 你買霧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8坪以上的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霧化時間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夠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 請用判定觀看